绿岛睡美人垃圾掩埋场六号凌晨突然爆炸起火 浓烟和臭味飘散到全岛 现场公众人员立即通报消防局 并且使用怪手和消防车协力来灭火 但由于睡美人垃圾掩埋场深度多达5公尺 而且面积很广大 即使晚上因为台风下大雨 还是没有办法让火势熄灭 目前是由公所的外包厂商使用怪手把垃圾外开之后 由消防车灌水救火 但是进度很缓慢 公所正考虑要使用土石掩埋方式 尽量减少浓烟和臭味 继续随风飘散 绿岛睡美人垃圾掩埋场六日凌晨突然爆炸起火 现场公众人员听到爆炸身后 垃圾堆随即燃起熊熊大火 工作人员立即通报消防局 并使用怪手与消防车协力灭火 但由于垃圾掩埋场深度多达5公尺 且面积广大 即使六日闪电台风带来的大雨 仍难以将火势扑灭 也造成浓烟与臭味笼罩全岛 连处在对角的南辽村都受到影响 由于灭火进度缓慢 公所正在考虑使用土石掩埋的方式 尽量减少浓烟与臭味 继续随风飘散 他们跟我们说 他们最早是一开始是 就是他们在做整理嘛 然后突然听到爆炸声 然后就看到火光了 垃圾堂的人员 他们是跟我们说 这个垃圾大概5公尺深 所以我们他们也不可能 一下子马上就挖到最底层 那热度会一直往下一直往下去急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跟公所讨论说 是不是改用其他的方式 像土石也埋的方式 直接用土石盖住 让他不要接触空气 这样子就也不会有燃烧 跟烟雾弥漫的状况 不过这部分还要等公所做决定 台中消防局也表示 目前绿岛分队 所有人车都在现场抢救中 而消防人员都有一定的工作方式 与灭火作战 也请民众能给予消防员加油打气 让火势能够顺利扑灭 另外也请居民要紧闭门窗 外出时务必佩戴口罩 也不要靠近现场 以免危急刺身安全 就讲解绿岛相报道 赞入口罩